欢迎来到阿华的学堂 我身边的是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运营官 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产品线总裁何总 欢迎何总 大家好 我是何刚 非常高兴来到阿华的学堂 和华为NOVA的代言人关小彤 一起开箱我们的NOVA9 Pro 非常高兴地能和我们华为NOVA的代言人关小彤一起 为大家带来我们NOVA9 Pro的全球首发开箱 相信现在很多NOVA新人一定对NOVA9 Pro充满了期待 没错 像我就已经充满了好期迫不及待想体验了 这一次我们NOVA9 Pro一共发布了四款颜色 那小彤你最期待的是哪一款颜色呢 我最期待的就是九号色 好 那我们产品就放在这个箱子里边 我们打开这个箱子看看是不是你期待的颜色呢 哇 来 我们看一下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开箱的这一款产品 就是我们的NOVA9 Pro的九号色 我们这款NOVA9 Pro的九号色的后盖表面呢 采用了全新的星药工艺 鲜薄的玻璃后盖中展现出精致药木的光影效果 非常有质感 而且我看到今天跟我的衣服还挺搭的 是 是 是 以蓝色为主色调啊 给人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还会随着光影这样变成紫色 而且手感很好 不会留下指纹 对的 对的 我们NOVA设计师对于星沙颗粒出细 数量配比上进行了上千次的调试与均衡 所以在视觉上呢 就可以呈现出刚才小彤讲到的 我们看起来呢 它非常闪亮 而且在随着光影的变化 还有色彩的变化 握起来呢 手感也是最佳 当然了 除了我们NOVA9 Pro的九号色以外呢 我们还有吉尽森林 火龙旺斯 一亮黑色 三种颜色 是 我看这个NOVA9 Pro的四种颜色 真是四种风格 满足了NOVA新人对于时尚啊 色彩 搭配的选择和需求 像是NOVA9 Pro的独特的九号色 真的是能作为一个时尚的单品啊 融入我们日常的搭配中 而且 何总 我刚刚其实也有注意 它这个 这块的这个摄像头的 排列的方式也很独特啊 对的 小彤的观察呢 非常仔细 我们可以看一下 NOVA9 Pro的 我们这个摄像头呢 采用了灵动闪耀的光环设计 那这个设计呢 是我们在 NOVA8 Pro呢 就已经 开启了这个设计 应该在行业里边呢 大家评价都非常好 所以这一代我们NOVA9 Pro呢 是对NOVA8 Pro的 星环设计进行的一个升级 所以看起来呢 就更加吸引大家的这个目光 而且呢 我们这个光环下面 与下面几个摄像头构成的四叶草的对称的图形 展现出我们摄影的无线未来 那么现在呢 大家都特别喜欢拿手机拍照 我相信小童也特别喜欢 比如外出要拍风景 朋友聚餐呢 要拍合影 所以非常需要一款呢 携带方便 拍着效果又好的手机 而我们NOVA9 Pro呢 在摄影上做出了很多的突破 前置摄像头呢 我们是采用的 双三千两百万的像素 一个摄像头是超广角的摄像头 那另一个呢 是我们的人像摄像头 那么后置摄像头呢 我们搭载了一个五千万像素的 我们高清的主摄 还有一枚呢 八百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还有一枚景深镜头 以及一枚微距镜头 所以呢 这么强大的配置全部集中在我们的这个后摄像 可以能满足大家日常各种场景的拍摄需求 真的太厉害了 我都听傻了 它真的太全能了 就是出面拍照 如果我要是制作Vlog 一部Nova 9 Pro就够了 那是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那Plug呢 是我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 也是我零零散散的生活日记 无论是超广角 夜拍 还是人像拍摄 哪怕像我这种拍摄新手啊 也能随时拍出大片 除了配置高以外呢 我还听说 这次Nova 9 Pro在影像能力上 也有了很大的升级 所以何总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没问题 我们Nova 9系列的影像能力呢 它更具有创造性 可以激发我们Nova星人的创作灵感 我们在Nova 8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功能 一个是前后镜头录像一次成片的功能 不用再去剪辑 所以非常方便 对 我刚看了这个功能真是太方便了 在我拍的那只就是和小狗狗互动的Vlog里面呢 我是先用后置拍摄它跑过来 再用前置拍摄它扑到我怀里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没有中断的 生活中很多像这样动人的瞬间啊 就是非常多 比如像拍戏的时候啊 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啊 很多一些特别有小美好的时候 需要很快地把它就是抓拍下来 像我用Nova 9 Pro的前后镜头录像 一次成片功能就可以捕捉这些精彩的瞬间 而且感觉拍出来的视频画质也是更加的清晰了 对 这是因为我们Nova 9 Pro呢 我们拥有XD Fusion 这是原来是我们在旗舰机上拥有的能力 它可以增强图像的细节 提升呢 整体影像的画质 同时呢 它还可以智能计算出人脸的特征点 肢体的区域 以及皮肤区域 然后进行针对性的图像的细节处理 然后呢 从而得到一个动态范围 细节和色彩 各方面呢 都表现非常优质的纯净的图像 而且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无论是后置还是我们的前置 两个镜头全部都支持4K的高清的视频图像 哇塞 这么高的分辨率 Nova 9系列在摄像上真的做了很大的突破 那何总 您刚刚说增加了两个功能 那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呀 那么第二个功能就是我们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 就是多机位拍摄 通过我们鸿蒙的连接 可以连接我们Nova 9周围的手机或者平板 调用它们的摄像头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在拍摄的时候 拍出不同视角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画面 而且不需要在事后剪辑 也是属于一次成片 非常棒 那真是太方便了 尤其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啊 可以使用这个前后镜头录像一次成片的功能 来记录眼前的美好 还有镜头中的我 当我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就可以用Nova 9 Pro的多机位拍摄功能 调用其他人的设备镜头 把大家都多角度地去给记录下来 让我的Vlog变得更加有趣 是的 开发这个功能呢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Nova星人 能够用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手机Nova 9周 和小伙伴们的手机一起记录 更加有趣的生活 让我们Nova星人的视频变得更加丰富 有趣 并且充满无限可能 真的是 像Nova 9 Pro这些功能啊 真的很适合拍摄Vlog的Nova星人们 即使是摄影小白 也能够轻松地上手 是的 同时呢 我还想说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功能以外 我们Nova 9系列的续航能力也非常出色 咱们呢 对充电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像我平常就是啊 我手机只要一低于20%电量 我这个心就开始慌 就带着充电器 充电宝满 除了还得找地儿充电去 那像我们这个Nova 9 Pro的话 它有什么就是充电上的好处 如果你使用了这款手机 你就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呢 它搭载了我们新一代华为的超级快充的技术 它可以支持100瓦的快充 然后根据实验室测试的数据 20分钟就可以将手机电量充满 只要20分钟 那真是太棒了 就是我一顿早饭的时间 像喝碗豆汁 然后吃个胶圈溜溜了 然后手机的电量也就充好了 也不用带窗电宝出门了 是的 是的 非常棒 所以听了这么多 好想立刻拥有Nova 9 Pro 听说咱们今天就开始预售了 是的 小彤 我们Nova 9系列呢 今天9点08分开始预售 9月29号正式开售 那么感兴趣的Nova新人呢 可以到华为官网以及华为线下门店 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 太好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我今天呢 就把这一款Nova 9 Pro 送给小彤 来 小彤 谢谢 那么我也期待呢 小彤可以用Nova 9 Pro 拍出更好看 更有趣的Vlog和Plog 记录下生活的精彩瞬间 没问题 谢谢何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今天Nova 9 Pro开箱 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阿华的学堂 在这里可以了解华为新品 学习玩机技巧 更多的产品知识 等你来解锁 我们下期见